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罗姆尼为总统候选人 他呼吁美国人将过去四年来的失望抛诸老后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和英国外交大臣克格 促请阿萨德的支持者脱离敘利亚言政权 残奥会正在英国伦敦举行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抵达库克群岛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中国重庆地标建筑被拆除已兴建新的摩天大楼 法国一间公司设计了最豪华的办公室设备 《道金电脑》 设计灵感来自于国皇网易十六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